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新买的越野车今天要全部改装好了 大家好 我是小多 我是尼儿 经过了三天 我新买的越野车终于改好了 然后2024年的旅行也快出发了 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最主要就是要改装哪些配件 这个是我新买的轮骨 然后这个就是轮胎 这也是一个A7胎 就是专门去无人区越野的一个轮胎 这个轮胎是我买的是黑熊轮胎 也是咱们国内天花宝级别了 这一个轮胎就花了我一千七 现在就准备装车去修车店去装 自己不会装 还买了一个拖车杠 然后到时候把这个脚盘装到拖车杠上面 真正的去探索 装上车吧 东西全部装上车了 满满满的一大车啊 看 可以要把我的车改成越野车了 等一下改好了之后就开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已经到修理店了啊 每年换轮胎就在这你换的 来看看 现在正在吃饭呢 本来是想着把这个简正啊 给它换掉的 但是看了一下那个简正实在太贵了啊 一个的话就要三千多啊 然后还是用这个原车的这个简正吧 原车简正也是有那么高啊 还可以 你看 稍等 ileen 那 侍 拜许 ое 请 合 哇 这改装的这个轮胎好看多了 你看 这个就是原车的啊 把它放到家里 这个好看多了 真的 哇 这能胎一换上啊 真的太好看了吧 爷 瞬间感觉就高大上了 你看 这就是原车的能胎 哈哈 这么小 现在准备就把这个保险杠啊 转车杠啊 把这个拖车杠 把它装在这 后面啊 哎呀 终于掉了 哇 这个拖车 就不好装啊 还把这个防撞梦给拆了 才好装 车子已经改好了啊 然后我现在准备给尼尔做个大餐啊 好久没有起锅烧油了 哦 饭做好了 莲儿 开饭开饭 洗手了没有 马上要出去自驾旅行了 2024年 也希望我们这一年顺顺利利 努力加油 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 接下来的旅行的话 非常的艰苦 从房车一下子又换到一个越野车上面来了 空间又小 挺辛苦的 快点吃快点吃 吃完给他们看看我改装的车子 车子改好了 真的就是换了这个轮胎 轮骨要比之前好看多了 你看 太帅了吧 我感觉 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个拖车钩 也装好了 到时候是装脚盘的 还是直接就装那个拖车钩 看这边 朋友们是不是比之前好看多了 觉得这次改的还可以的啊 好看的 记得给小刀点个赞啊 小刀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好看的 好看的 好看的